哈囉 大家好 我是景潔 好久不見 今天我不是要來鼓車的 今天我要來教你們 怎麼報廢一台車 為什麼這台車要報廢呢 是因為它全車都要重新烤漆 還有板金 還有來看一下它的牽擋 裂了一大痕 還用牽液貼紙貼著 還有一個地方 這是一個我不知道它發生什麼事情的地方 漆都掉了生鏽了 看一下內裝 其實內裝是還行啦 它目前公里數的話是跑19萬9 那2005年的車子的話 19萬其實也還好 正常跑 不要鬧了 我們這台車是這樣鼓的啦 沒有要報廢 這裡面還很漂亮 報廢的太可惜 這台的話是SUZUKI SUWEIF 2005年底出場的 也算是頭皮的16組 當時造成的轟動 銷量非常好 那是為什麼 因為它是一台專門為女生設計的車子 它是有IT的喔 然後它的IT連解鎖 在門把上面都可以解鎖 還有一個特點是 它非常為女生設計的是因為 它按一下子會解鎖駕駛座的門 要按連按兩下才會解鎖全車的門 為什麼要這樣 是因為防止女生自己在外面的時候 解鎖了之後就有旁邊有人強行上車 所以這是很貼心的設計 在當時候很少有車子會配備兩顆安全氣囊 這台的話它就有兩顆安全氣囊 而且它還有ABS 就是安全性是非常好的 它很省油 因為在當時候 它這台已經配備了新的VVT的可辨識器門 所以那時候的車子 基本上大多數還是舊的引擎 這台的話 因為它是新的 所以它省油的 它是五門先備的 在當時候其實很少有五門先備的車子 有的話就像March 但是有人會覺得太小 再不然就是Sorio Sorio的話 有的人又覺得太方形 很像箱形車 這台的話 它就是比較 比較類似轎車的 五門先備車 所以外觀來說 大家會比較喜歡 其實算是 多功能型的 小型房車 為什麼呢 給你看一下 它的設計很貼心 從這邊就可以直接 把椅帶放倒 放倒 然後呢 這個把它拆起來 這樣子呢 後座可以放東西的空間又很大 所以它真的是 經濟又實惠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它的車況 這種2005年已經快16年快17年的車子 基本上就是代步了 只要沒有重大事故 沒有泡水 有沒有原板件 其實已經沒有那麼重要了 那它為什麼會列入代步的考量之內呢 是因為它省油 然後也沒有什麼毛病 再來就是它的保養維修也不貴 然後還有是 碎金也很便宜 先看一下板件 這台車還不錯 它的引擎應該是原廠的 它的前面的兩邊的葉子板 還有水箱支架 都還是原廠的 看到它的部位 不錯耶 它沒有漏油耶 這個門也是原版件喔 這是一個好消息 這塊門也是原版的 後葉子也是原版件 後行李箱蓋也是原版件耶 後面也沒有撞過 但是就是底部有些微生鏽的痕跡 後面這邊也是原版件 它也是原版件耶 這台車子我們看完了 全車原版件 沒有重大事故沒有泡水 第三方認證是可以合格的 還蠻亮的 試一下引擎腳 引擎腳要稍微做整理 比較抖動 都是正常的 考爾跟高壓線圈要更換了 因為剛剛發動的時候 我感覺到車子有抖動 可能是有一個考爾沒有點過 考爾跟高壓線圈 然後加火星塞更換的話 大約會落在兩三千塊 這台車在我們開回來的當下 其實我們就有去試了 車子也沒有什麼異音 避震的話也都是正常的 那這台車整理的 整理的費用的話 其實是會超過 它這台目前的車價 我們現在來核算一下 這台車全車考西加板金 大約會落在 一萬八至兩萬左右 錢檔列掉 所以更換錢檔的話 它的費用大概會落在 是不會超過四千啦 剛剛考爾高壓線圈還有 火星塞的部分的話 就是大概在兩三千 雲便捷慶門也一起清洗的話 大概落在一千塊左右 車子考完期回來之後 還要做一下大美容的話 費用會落在三千塊左右 再加上其他一些小東西整理的話 所有費用加一加會落在 三萬至三萬五左右 總結來說的話 這台車我們跟客人 收購的價格會比 報廢價再高一點 現在市面上 報廢的行情會落在 一萬至一萬五左右 這台車跟客人收購的價格 加上我們整台車的整理的費用 我們的成本會落在 七萬到七萬五 整台車都弄好的話 我們的開價約會開在 十六萬八左右 今天以上總結呢 就是我們的 類似報廢流程 但捨不得報廢之 孤車流程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如果你們對於 家中車子的 孤價行情有小了解的話 記得私訊我們小編 記得按讚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下次見啦 掰掰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我們會為您創造更優質的內容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訂閱按讚 按讚 按讚